车牌对于车来说正如身份证对于人的意义 小小的一张铝支牌牌可以很清楚直接的显示出车辆的编号和登记地区等基本信息 是每台车辆最不可缺少的信息 尤其是与主人身份之间的联系 不同颜色的车牌还可代表不同的意义 比如新能源汽车的绿色车牌 大型车的黄底车牌 小型车的蓝底车牌等等 近几年随着四驾车的普及量越来越多 车牌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 买车后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车牌号 好的车牌号不仅利于记忆 还有会拥有更多的商业价值 比如多个8多个6组成的车牌 大多是土豪大佬们的最爱 其他联号的车牌也是花落富商之手 绝不是可轻易获得的 究竟车牌价值可以高到何种地步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两块稀有的天价车牌 早在1992年有一块上海的Z牌照 0518就曾经派出30.5万元的高价 要知道那个万元户都很缺少的年代 30万的概念真的是天价了 而派出这样的高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悉这款车牌是中国第一批2000张车牌中的一张 而在中国0518的数字的数字寓意我要发 想必也是被它派出天价的原因之一吧 目前它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而另一块天价车牌更是身价过亿 在英国的一位车牌收藏爱好者 曾花44万英镑买下一款F1车牌 而后收藏者为了搞清楚自己喜爱的这款车牌 到底价值几何 便来到拍卖会为这款车牌进行拍卖 拍卖时这款车牌受到竞价者的疯狂追逐 最后竟已折合人民币1.28亿的价格被定垂 可见其确实奇获可居 这款车牌的价格是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车牌的价格是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车牌的价格是最后一位